这一个Tellywield point 大家好,我是Kevin 身处在我后面的就是这一个Tellywield point 那这里就是 是托巴里,那边有一些餐厅他们在播着一些歌 那这一个view实在是非常的震撼 你看我背后面的这一些view 呃,是我们马来西亚的这一些地形没有看过 就算是沙巴哥达金拉巴鲁也很少看到这样的景色 湖泊,然后这些高山高原 看到吗? 实在是美极了,美带了 而且我们是因为做摩托上来,所以一路我们一路拍一路看 然后这里还有一条彩虹,如果你们能够看到的话 看到吗? 这里吗? 对对,这里看到吗? 看到吗?这一条 我们现在是比彩虹还高 这个是奇景啊,你知道吗? 我老婆多高兴,你知道吗? 她说,哇彩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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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就是这一个 是这个吗? 对,这一个 太美了,太美了 所以这次旅程 赞 嘿嘿嘿 我们下注我们下注 喜欢这一个 我们下注 帮助 我们下注 下注 这一个 我们下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早上我是Kavin 今天有个美好的一天 现在我们在一个Costech的早餐 这个早餐 我发觉蛮多我们的选择 因为它大部分都是 没有放肉在里面 所以不是很多 蛮多的东西我们可以吃 主要这个是蛮特别的 就是它这个 这个有点像意大利面的面条 然后它有自己的一些 姜汁 闻起来有点像 那个 Meggie Man的那些 香料 那我先喝喝它的汤 香里面肯定是有这一个 洋葱 这类的五星的 因为非常的香 然后它是偏咸的 这一个 偏咸的一个面条 我们先吃吃看它的这个面条 真的很像这个 spaghetti 比较粗的那个spaghetti 嗯 口感不会那种很嫩的那种感觉 而是它有点有点硬 有点咬进去它会有一点硬的那种感觉 整体来说没有吃过这种味道 但是我觉得是蛮新鲜 嗯 是ok 不错吃的 它还有其他的这一些 非常喜欢它有放非常多的这个水果 水果很重要 然后 大部分都是炒饭啊 炒面啊 炒米粉啊 这一类的 对我来说 ok啦 早餐 还是他们免费提供的 这个 summer silk cocktail i'm going to eat OK 我们在里面吃了 我们的这个面 我就发觉 为什么不要在外面吃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是在外面 然后在享受着这个食物的 早餐的同时 也可以观看这一个 这个全景,哇,这一个多巴湖的全景 这个是不不一样的一个一个体会跟一个敬礼 我觉得这个是 依然的多巴湖,依然的平静 然后我依然用着我的这个早餐 OK 嘿嘿嘿 好,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早餐 还有这个烤面包啦 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一些一些 呃,酱 一些面包 然后 刚才他那个面哦,他告诉我是叫做,在这里才有的叫做 米 米狗马 呵 要上网查一下这个米狗马是什么意思 嗯,是怎样做的 然后 嗯 我现在还试过了他这一个 嗯 这个这个 应该是 红豆,然后有那个 呃 呃 黑糯米 哦,红豆跟黑糯米 然后非常香啊,这个野浆的味道 我觉得应该是不错 我现在我要试试跟他的水果 先吃这一个 嗯,木瓜 嗯,甜哦 它是木瓜哦 上次有跟大家 给大家看过那个木瓜 它木瓜是有一点 奇怪的样子啊 要皮皱皱了 但是 里面是甜的 哎 要去评价一样东西不要靠他的这一个 嗯 嗯 外表 内在最重要 对不对老婆 哈哈哈哈 西瓜啦 OK 然后 我很想试试看的就是他的这个黄驴 看到他的颜色不错 看他 他酸甜度有这么 酸那么甜 嗯 好甜哦 哇 又香又甜了 这里的水果不错 不错 OK 现在就要试试看这一个 嗯 哇,还有时候放绿豆啊 绿豆 然后红豆 然后那个 嗯 给你看一下 他吃的是 嗯 那汉 吧 不不加加是那个 啊 番薯 番薯 甜糖 这个是 我学不知道绿豆汤红豆汤还是什么 绿豆啊 哦 很浓郁的那个叶酱的味道 然后就是那个黑糯米的咬劲 蛮甜的这个 喜欢吗 可能我只能够吃这么一点 不能吃太多 整体来说 这里的早餐OK啦 而且是 你在这里住他就送你一个早餐 外面吃一个早餐大概是 马币七八块到十五块左右吧 看你吃什么 那我觉得这个是 很满意 因为他 让你吃 这一个好像一个自助餐的一个方式 任你吃任你家 这一碗大概是 一百三十 一百四十块 一百五十块左右吧 这里 马币 这样的风景 OK OK 好 那我要去吃我的早餐 再跟大家聊一下 或者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今天以下的旅程会怎么样 OK See you later 好 拜拜 谢谢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